再先做一件事 因为我要产生按钮的话 那记得在我们的专案 上面这个专案 插入模组 特别注意这个是模 就插入一个模组 你才有办法去做那个 后续的程序 那首先第一个 你要去想说 VBA里面到底有没有 类似的功能 可以帮你处理这些事情呢 那去哪边找 其实 当然你不用去说 刻意去买一本 那个什么VBA的 什么词典 坊金有卖 很厚一本 VBA的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词典大全 还是什么 好像其实不要有出一本 非常厚一本 他把所有的那个函数 要做什么用途 他就是帮你编成一本词典 让你可以去查询 那那本编的也蛮不错的 我有看一下 但是如果说 你不想舍近取缘的话 在VBA的环境里面 就有一个问号 其实这个问号里面 基本上都有答案 而且写的 我觉得是还蛮详细的 那只是说 他编的 写的实在是 比较没有那种 文法 其实有很多地方不通的 因为他好像感觉是 直接用英文翻译过来的 这样子 OK 所以你把它点击下去之后的话 你想要知道呢 VBA里面到底有哪一些函数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 打开之后 他这个就是什么 Excel 2010的开发人员参考 那包含就说明跟使用方法 其实就是在这里面全部都有 但是他里面有这么多 哪一个才是VBA的函数 其实你可以找到第三个 123 纵向的 在VJobask的程式语言参考 里面就有个函数 那所有的函数呢 都帮你放在这里 不过他是很可惜的 他没有帮你按照那个 也是类别的 最好文字函数一类 数据函数一类 那这样不是很清楚吗 可是没有 没有怎么办 变得比较麻烦 你可能还是要点击进去 那当然如果有时间 如果你要把VBA 彻底了解的话 一样 你就把A到Z的每一个函数 点开来看一下 ABS这个应该不是 这个array 正列 然后这个ASC 感觉跟我们刚刚那个函数 名字一模一样 到底作用一不一样 点击开来 但是你会发现 它跟我们刚刚这个函数 虽然名称一样 可是呢 它传回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 integer 其实就是整数 也就是说它将来 那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可以按范例 它范例里面就会说 如果你给它一个A 它会告诉你这是65 什么意思 其实65指的就是说 它在那个 ascii code 就是那个编码表里面 它位置是65 可是这样好像不对啊 我回来的不是要65 我要的是什么 如果我给它一个全新 它帮我转半型 所以这个ASC也不OK 那后来呢 其实我找了一下 里面基本上 在VBA里面呢 要找到一个完全可以取代 在Excel里面的ASC 是有困难的 所以呢 我们可能第一个策略呢 就是找VBA的那个函数 这个可能就要放弃了 那变成你要用第二招 第二招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不用VBA里面的函数 我要用的是什么 我直接把我刚刚用的 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 想要直接拿到VBA里面 直接来做的话 怎么做 也就是说 你可能遇到几个状况 如果VBA里面有更好用的 或者是对应的函数 那你可以用VBA的 可是很多状况是什么 没有 那Excel里面就有 很好用的函数 那我们怎样 如何把Excel里面的函数 直接拿到VBA里面 让它跑 那我只需要怎么样 再做个回圈 就可以把所有东西做出来 那要把那个 Excel里面的函数 放到VBA里面跑 至少有两种方法 两种方法 这两种方法 我们上学期好像都有提到 只是说可能都在普通的地方讲到 那哪一种方法比较好呢 其实你记得起来 用得出来就是好方法 如果你记不起来 哪一个方法都不好 因为你可能记太多了 哪一个 所以很多人学很多 可是最后都不知道该用哪一个 所以记得 你就选你 记得起来常用 反正就把他用到熟 那就最厉害了 你千万不要说 好像有的人 学一堆 课一直在上 上很多课 也买很多书 但是学很多之后呢 要用的时候呢 发现 糟糕 要用哪一个比较好 而且每个老师讲的都不一样 怎么办 那到底哪一个老师讲的才是对的 其实每个老师讲的都对 只是说呢 他们的可能要处理的那个方向不太一样 所以最重要要 你自己要记得有个方法 用得出来比较重要 好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来看就是说 第一个 我如果要直接取用 以Sale里面这个函数 至少两种方法 我们慢慢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呢